詞曲 李宗盛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 三年前也跟我一樣在台北工作 結婚後生了第三個小孩 突然決定回宜蘭務農 這件事引起我的好奇 因此想去看看他的生活 在台北工作室 這是我的高中同學 春楠 當我遠遠的看著他 在家中的蓮花田工作時 覺得好像跟當年在台北科教館 工作的他不一樣了 春楠告訴我說 當初他剛好第三個小孩出生 因此決定請半年的育嬰假 回宜蘭帶小孩 後來他因為幫忙父親的農事 而產生了興趣 才決定接下家裡香水蓮花田的工作 回宜蘭定居 而他的太太 現在仍然 每天通行到台北上班 所以春楠回來的時候 就是他生第三個孩子 他有育嬰假 對不對 育嬰假可以請半年 那半年的時候他回來這裡 剛好我這個聯絡是成年都有 有工作回收 他有工作回收的時候 他回來我就是叫他幫忙一下 看他有沒有心情 第一年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要不是要來做這些工作 他第一年回來其實為了照顧小孩 可是因為回來的時候 爸爸就會叫他去幫忙 所以是人家後來大部分心力就掛在田上面 所以小孩還是忙到 所以是沒有幫助 就是變成多一個人在幫爸爸照顧田這樣子 對啊 而且他自己也付了一年之後 他發現他也慢慢可以上手 他覺得未來 因為 所以我把你一打的時候 未來這個工作也是後來太要接 就已經我跟我爸很好 因為了讓管理更有效率 所以我就是全部都把所有的事情 從生產加工到行銷 就全部都把它接下來 那對上面當然就是長輩 就是長輩上 那所以這些長輩一些留下來的資源 還有他們想法 所以就是會小心的去尊重他們 處理他們想 不要知道 因為有了那三年的經驗 所以就是回來 就帶了那些經驗回來 來好好經營 讓我們家的這個香水蓮 不再就只有賣蓮花茶 甚至把一些體驗的 體驗就是讓學生來接觸這些蓮花田 接觸了解我們社區裡面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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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其實回來應該是 嗯 我只能說回來是大豐收 透過網路行銷和銷售通路的推廣 蓮花田的耕作面積已經從原本的三分地 增加到現在的一甲地 我想春蘭應該已經回不去台北的科教館 這時我才驚覺到 春蘭在這兩三年間 已經變成一個農夫了 四月開始把鳥下下去 然後等牠長大 然後整理田間 開始五月六月進入採收期的時候 因為採收完 就要 都是當天的花 當天採收 當天乾燥 所以呢 那時候就是採收 早上下午採收 然後一直做 做到從幫忙一直加工到晚上 然後這樣持續做到十月左右 那今天就去採收 今天還是去上課 今天是出來上課 上課就是去上課 第一號是南北的 南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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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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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看著他們全家三大 一起消花 一起工作 還真的有點羨慕春蘭 它好像是我童年的時候 農村在農忙時的那種感覺 也是我在台北 好久沒有感受到的溫暖 我們要把它鋪平 然後躺著這樣 把它保持它 合起來的形狀 我們家主要的就是 蓮花茶 像這一罐是比較大罐 適合家庭喝的 然後最近我也出了 比較像伴手禮這樣 像個伴手禮盒 裡面大概七到八朵的 蓮花 的香水片在裡面 這提著送人都很方便 因為做蓮花茶的過程中 都有一些碎花瓣 聽著春蘭認真的向我介紹著 家中的蓮花茶 蓮花蛋捲 蓮花果醬等加工品 也談論著更多 新產品的開發與加工 思索著如何提升產品的價值 使得我對香水蓮這種植物的印象 不再只是停留在鮮花上 而是有著更多對蓮花產品的想像 這蓮香果醬 它可不可以 這蓮香果醬 它可不可以 這蓮香果醬 它可不可以 這蓮香果醬 這蓮香果醬 油基種植以後 我發現我蓮花田裡面 就是相較於一般 旁邊的水稻田 生態就豐富很多 像我田裡面可以看到大魚小魚 大肚魚小魚 小的魚就是大肚魚 裡面還有五鍋魚 還有比較大的 專門吃福壽羅倫 那個 蚵梨 就是 黑 台灣青魚這樣 專門吃羅倫 而且除了自己養的魚外 有時候還會 像我手上就拿了一顆 這個是甜棒 你說稻田裡面 已經不容易看到這個東西 而我們種了這一塊 大概快十年的林花田 現在田裡面 到處都是這個甜棒 中天是蓮花休明的季節 農賢之餘 春男也開始在家門前擺起了店鋪 一個年輕人 大股 在這裏頭上去吃鋪 有羅曼 還有一張這個 這個羅曼在吃青的什麼 青跟炒的都很好吃 香水蓮在我們家前面其實就是擺了兩三年 這裡的居民就是還蠻自動的 一朵十元他們買幾朵就投多少錢 大家都是憑著大家互相的信任感 大家的良心在這個信用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想說剛好有機會認識我們這群青龍 他們種的這些有機的蔬菜品質都非常好 那我也想說是不是就套用我的賣香水蓮花的模式 讓他們也能在我家前面這個地方讓他們做一個銷售 幫助他們把他們種出來的菜介紹給消費者 為休眠的蓮花插上竹竿定位 等待春天來臨時重新翻種 也算是完成冬天最重要的工作 那種了蓮花三年啊 那去年也遇到一群都是在耕種的朋友 所以就跟他們學了這些種菜啊 跟他們交流啊怎麼樣讓這些玉米啊這些菜種更漂亮 那未來其實我會想說除了把自己的蓮花穩固以外 那他入其他的這個種菜的行列這樣 我覺得種菜還蠻有趣的啊 所以因為自己也有興趣啊 而且坦白講種菜 種菜是所有裡面最辛苦的 而且都是勞力啊 所以呢 我也想說藉由這種體驗以後 來幫助這些種菜的小毛 可以讓他們種出來那個有機有散的菜 可以透過我的小村店鋪這樣 讓我們羅東社區的朋友可以吃得到這樣 看著春南回鄉 承接家業當農夫 除了在香水蓮四葉闖出一片天 用天然的方式善待自己家鄉土地 一朵朵又大又香的香水蓮 就是大地給他最大的回饋 同時也經由一朵香水蓮 認識了更多在地 用友善方式耕作的未許辛農 在這趟旅程中 除了看見善待土地的力量 也更加開闊了我的視野 多當晚帶优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